在拉賽斧的閃射實驗中 如將α指點用同樣速度的直指取代 則在閃射角30度至60度的範圍內 的直指數目MP 與原來同範圍內α例子 指點數目α是比為多少 我們知道它的這個數量一樣的話 我們知道這個p p正比什麼東西 正比1k分之大徑 還有小徑 這平衡 它那個角度是一樣的 是不是 那這樣的話 這個就正比n 那現在的話 直指的數目 MP 直指的數目 nα 就等多少呢 這個MP 現在這個大徑是一樣的 因為它是同樣的把 它只是說現在的話 直指的數目不一樣 但是直指的p 立α 這平方 乘以多少呢 1kα 1kp 它的平方 這樣子 那這1比多少 1比2 所以這2比1 所以這1比4 所以這1比4 這1比4 所以這1比4 所以這1比4 這2比1 這2比1的平方 所以答案應該是4比1 所以答案應該是4比1 所以答案應該是4比1